大家好 華記7月22日報導 今天看到廖媽記第四代傳人廖房業 真的沒有改錯名字 有動搖 即是那個大廈搖房 今天去了商業電台 在晴朗一天出發 有一個記招 在電台加上記招 一個小時有多 說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為了時間關係 我就不分析誰是誰非 我們今天用華探長的角度 就把這件事反轉來看 就是看什麼呢?看民意 我們無論在01報道、星島 或者在Facebook下面的留言 一面倒是說廖媽記掛羊頭 就買狗肉 Made in Hong Kong 就不是Made in Hong Kong 就說他那些豆腐磚 那些白豆腐 就是來了加工的 即是叫半製成品 不是說香港製造 掩耳道靈 就是欺騙我們香港人 過去那三十年 原來三十年前廖房業 就說滿足不到食環處的排污系統 所以OEM其實也不算OEM 因為OEM的意思就是代工 譬如說你現在複面 代工去四周 其實複面是什麼都沒有出的 只是出過複字去 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四周做的 後期四周做了一隻四周面 跟複面一樣 打官司大家這件事 上網查一下就知道 這些就叫OEM 或者你現在很多的電單車品牌 是歐洲的 其實都是OEM 就回到大陸做的 即是大陸 其實整架 譬如意大利的電單車 都是大陸做的 他只不過是用了 他那個電單車的品牌 或者去到他回到意大利 就可能跟他連個Local 就好像當年我們香港做家民的衣服 潛水貨那樣 那些衣服由大陸做完之後 東莞做完下來香港 就車過複頭 車過複頭 就變成了Made in Hong Kong 一家公 那現在尿媽記 他就是把那個白腐乳 一批次 就從大陸訂下來 跟著就由一個瓶 就進去他那個瓶 跟著就加些辣椒上去 或者加些玫瑰露上去 跟著就變成了尿媽記的品牌 其實這個叫做半製成品原材料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他 是不是Made in Hong Kong 我們討論他 就是在第四代傳人 就說 喂我現在已經結束了 你還想我怎樣 首先我觀點是什麼呢 華探長就是 他用了一招 以退為進 我覺得應該有高人指路 這次尿房業出來記招 他就是完全 就是一個尊重食環署的決定 跟之前他老母 就完全跟食環署 一個在東張西網的鬥爭 不同了 180度改變了 因為他上了東張西網 整個言論壓力 我就看回黃絲的留言 開頭就很多人支持尿媽記 跟著尿媽記他主動去商台 你知道商台是什麼底 他埋得商台堆 大家都知道他自己有打自己有 跟著去到現在全世界的留言 就說他 喂 欺騙香港的食客 我看到整件事 其實他這些是黃人狗咬狗 就叫做攬炒 如果我們正常香港人 我們用一個包容的心態 例如我做生意 什麼叫OEM 什麼叫潛水貨 什麼叫代工 那這件事是不是Made in Hong Kong 我告訴你 他這個加工絕對是Made in Hong Kong 因為他OEM來的那塊 他來的白腐乳 什麼都沒有 就是原味 什麼都沒有 他基本上是需要加工 和重新包裝 重新連椒紙 這個肯定是Made in Hong Kong 正常我們做生意的角度 就是 喂 你很簡單 你 譬如兩夫婦 在大陸有兩夫婦 她就 情到農事 水與交融 跟著兩夫婦 大陸人來的 在大陸 就 有了兩三個月生幾 然後移民了去美國 移民了美國之後 那邊就生了個兒子 她的出生是美國的 其實原產定就是 你在哪裡出生 我想表達這件事 你在哪裡出生 那你尿媽記 是不是在香港出生 整個過程就是 你半製成品 然後來到香港加工 包裝 然後輸出 其實這個 去美國澳洲 其實它都叫做Made in Hong Kong 不是叫做Made in China 但是我覺得 就算你Made in China 都沒有緊要 就算OEM 你日後尿媽記 什麼都不做了 你只把尿媽記三個字 賣給大陸 找間廠做賦予OEM 其實它都有錢收 不用再做生意 尿媽記三個字 值錢 就好像我們李錦記蠔油 你不用自己做 雖然李錦記 當年在西洋做的 即我是西洋人 很大陣在蠔沖 李錦記那裡 就做蠔油 有些蠔在浸 但其實尿媽記本身 三個字都值錢 它可以賣回大陸 OEM做都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 這個尿房業第四代傳人 他應該後面是有工人指路 他就用一個 跪低 弱勢 食環處 讓你入到盡 讓食環處 讓你入到盡 你對 我錯了 然後就解釋 喂 我是30年前 我是做不到 在這裡煮豆 還有其實 供應 你都很老實 就算你做到都不會做 你香港人工這麼貴 你在大陸做的 原產品 那個半製成品 來到加工 你都要買這麼貴 如果你在香港做 就更貴 即是很等於你去買月餅 加輪流月餅 你肯定不是Made in Hong Kong 加輪流月餅的貴 其實他都是OEM回大陸 代工生產 加輪流月餅 就放在你半島酒店賣 難道你半島酒店 有間廠在後面 那裏做月餅給你嗎 都是沒有的 但那個問題是 看到黃人的反應 最初是支持他 因為想打倒食環 然後 一面倒 就覺得不行 你欺騙我 其實這些是雞蛋裡挑骨頭的 因為你知黃人最討厭大陸 你現在 那些富裕在大陸 那裏做來香港 當Made in Hong Kong 犯了死罪 所以現在一面倒 就誓他 我們正常人 就要一個包容 和我們做生意 知道什麼叫Made in Hong Kong 什麼叫做 不是Made in Hong Kong 其實他這個半製成品 食環署都說了 他是Made in Hong Kong 他這一個是符合了Made in Hong Kong 那個程序 和那個製成品 那這樣東西不用爭 食環署都說他Made in Hong Kong 那你又爭什麼 只不過是雞蛋裡挑骨頭 和是情緒 攬炒 因為為什麼呢 你百壇齋主 你想入他很容易入 但是你看到這件事 就是他為什麼會公開給人鞭屍呢 我覺得是有口著 因為應該有高人指路的 首先要他拿回同情分 第一 第二就是交代一下 其實他超了標13倍 那坑浮雨 就是因為他是透過食環署 就告訴他 你加120度的滾水 溝溪玫瑰露 再加到浮雨那裡 然後你拿這一瓶就給他化驗 那其實呢 食環署就說得好 我沒有教他做浮雨 食環署真的沒有教他做浮雨 但是你教別人 120度水 加玫瑰露 然後溝溝到浮雨那裡 那就糟糕了 因為他的半製成品 有些外來水加進去 也嚴重的 那你只能夠遠鳥媽的他無知 他聽了食環署 他教他用120度的水溝溝玫瑰露 因為他那隻浮雨 想要玫瑰露的味 那就糟糕了 出事了 食環署沒有說謊 他沒有教他做浮雨 只不過是教他用120度的水溝玫瑰露 然後再下浮雨 然後拿鋼署給他驗 那鋼署之後 就入了尿媽記 其實尿媽記都死得冤枉 不過反過來 其實就非戰之罪 因為他也說了尿房業 生意根本不好 你在商台訪問那幫記者 其實沒有人吃浮雨 因為年輕人不吃浮雨 還有浮雨 你問我 我都好像近 我起碼都近十年沒吃過浮雨 你沒什麼機會吃 早上你可能在自助餐那裡 有碗粥 有一塊浮雨 或者我之前 就在茶餐廳那裡 買過那些浮雨 買過尿媽的浮雨 在茶餐廳那裡做調味 你家裡很少 很少人會 會特地買浮雨吃的 所以我覺得在商台訪問那幫年輕記者 他根本是 沒吃過尿媽的浮雨 或者沒吃過浮雨 所以他對浮雨是沒有感情的 或者你香港品牌 或者不是香港品牌 對他來說 他就要謀殺你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尿房業他都說了一個問題 根本現在生意都不好 生意都不好 那你還要養十個人 那你那些浮雨賣幾十塊 你一天賣都幾個 大哥 你一勾是吃很久的 那些浮雨 喂 你不一樣 買杯飲料 大哥 你買杯水果奶茶 三十幾塊杯 一會兒就喝完了 喂 你不適合浮雨幾十塊 一分鐘食成年 大哥 那你的turnover怎麼回來 是不是怎麼回台 大哥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喂 根本現在 在香港的營商環境都差的 唉 既然已經發生了 食環處加東張西網 一報了 東張西網就即死 是吧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成件 是那些黃友 就是鑑生打死他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死而復生呢 或者是肉練神功 必先治公 至諸死地而後生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我做生意來說 他本身尿媽的brand是值錢的 他可以OEM給內地 他不需要賣給別人 他只要OEM代工生產 他可以全世界代工生產 他可以在大陸代工生產 馬來西亞代工生產 哪裡都可以 因為他本身的品牌是有名的 那麼自從這件事之後 如果我們在一個廣告的費用的角度 其實他現在是洗完版的 如果你尿媽的要花那麼多錢 賣廣告你很難 過去我看過一些網上的報道 都是一些蘋果日報 或者是一些比較黃媒 去比較報道多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好不好我不知道 只不過我告訴你 他的死因 一定是離不開黃色的紫 一定是離不開黃油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就讓子彈飛多一會 食環柱其實今天就佔下風了 因為尿房業是不斷後退 跪低向食環柱 但他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食環柱沒有教我做賦予 他教我下120度水 加玫瑰露 溝下去給了果硬去鹽 其實這個就是用一個叫弱勢 這裏可不可以拿回同情分 你說anyway他都倒閉了 我告訴你 他沒有生產 他沒有製造 不代表尿媽的商業登記 沒有了 限制沒有了 不是的 他的註冊商標還在 可以OEM給人 但這件事我們拭目以待 好嗎 讓子彈飛多一會 今天華探長報導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這裏會設計了一個圓關位 然後圓關位進來 就是一個客飯廳 大家看到也很寬敏 因為業主也是用了心思 以及用了好幾百萬去裝修 本身這裏會有一個露台 露台其實也很開躍很寬闊 也會看到中環那邊的方向 我們現在進入房間去看一看 這邊進來就是一個信訪區 這裏就是業主林明 有一個位置做客房 這裏的樓底也是超過十一尺 這裏也是跟廳的方向一樣 也是望回很高揚的城市景 這邊是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也是一個標準的膠樓 接著我們會看到套房 這裏就是主人套房 我們可以進來看看 這邊有一個玻璃窗 然後我們看看房間 這裏就是一邊的入場衣櫃 這裏會有很多收納位置 另外這邊還有三片落床 這邊是看電線的位置 也有梳妝台 這裏本身是窗口的位置 但業主也盡量利用空間 做完儲物的地方 還有我們後面其實是業主做了衣櫃間 這裏就是樂友乾均 這裏也有一個工作平台 下面也是一些大儲物的空間 還有這裏有一個衣櫃間 所以看主人套的儲物位置 非常充裕 然後我們會看看另一個房間 小朋友做工庫的位置 衣櫃位置也是很寬闊的 另一間的套房 又會在這個位置 也有家具 看回頭部中心 還有後面也是山景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四房雙筒的單位 這個設計是相當好的 因為你看到很短的走廊位 另外還有一個門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可以做出入 也是在我們剛才的入口那裏 這邊業主也會盡量利用空間 做了一個當儲物室 這樣轉出來 這邊也會有一個櫃 這裡的實用面積是1804呎 另外還有一個平台 上面有一個天桌有1900呎 我們稍後會再看看 我們稍後會再看看 就好 再做個問題 再做個問題 最後一次 吃火了 很酪 是 就好 吃火了 到面 小選人 收起來 感谢观看